就是我們要在傳福音的事工上 預備了我們身心靈和一些東西的準備 我們的身體我們要傳福音 香港都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 社會都算是完善的各方面 我們去接觸人 我們最好是注意我們有整齊的服裝 傳福音是常常跟人去聊天 我曾經是跟那些夥伴 他們口氣很厲害 就是逐點說句叫口臭 人家又不好意思跟你說 你有口臭不跟你聊 就是不好 我們要先是整齊的衣著 自己準備好 最好是自己問一下弟兄姊妹 喂 我有沒有味道 其實是自己知道的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曾經我在教會也服侍過 有些是彼此按手 聖靈充滿鬧 希望你得到更多聖靈的恩高 當你踏在這裡的時候 他在你面前為你祈禱 哇 很大股氣 當時我的心第一樣想 我暫時不要聖靈充滿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 人與人接觸 是自己注意自己的部分 先準備好自己 整齊齊齊 甚至是去一些露宿者探訪 我們都要給他一個 就是不用說穿得很穿金戴銀 但是我們起碼整齊 給他教會信耶穌的 是很整齊的 不是說很華麗的衣服裝飾 就準備我們的心靈 膽量那些其實是很其次的 才能那些 因為神會 牧師經常說 一切的封聖都在耶穌裏面 耶穌會透過你不斷的信心 遞增給你 從無至漸漸少 跟著漸漸增多 漸漸就是很有信心去傳福音 就預備還有什麽呢 這個很重要 你帶來有人信耶穌 沒有這個 我通常有筆記譜 寫下人的名字 電話 我家裏都有一大堆電話 最近在整理 其實這個很重要 因為傳福音 即使他願意祈禱 信了耶穌 其實後來的跟進工作 你可以比較牧師 傳導人去follow up 這個很重要 因為耶穌說我殺了什麽的比喻 有很多情況 殺在路旁 很多本來都可以生長的 但經濟就堅持 不可以繼續生長 很多情況 就是這個的跟進都很重要 就是這個講預備 預備我自己的身心靈 另外工具呢 筆 就是筆記譜 寫下 電話雖然都方便 但是筆是快些 我覺得 其實我是鼓勵福音 牧師剛才說 有些育工 育工就是分享一些 星火飛騰的見證 給一些見證的行物 這樣 或者是 剛才這個都非常好 這些是育工 那麼 那麼 這個是 剛才講到 就是 我提出一個 的 就是 福音生活法是很重要 福音生活法 不用說 譬如我 下街去 去買菜 或者去買些東西 去配條鑰匙 這樣 我是需要找人 找人是兩個兩個 不需要的 這樣 我 譬如有時候買菜 或者去買些東西 我都帶些福音單張 那麼 佩鑰匙 老闆 佩原鑰匙 送一張 或者送一張 中信給你 這些都是算餘工 就是 中國人很多信了耶穌 寄了很多見證 去中信機構 然後 55年 今年 做了五十幾年 中國信徒都不斷地 是 這些可以一個人傳 就是福音生活法 不用說約人 就是這些 但是 我們最好是 這個普遍的做法 就是兩個兩個 但是兩個兩個 譬如是傳的時候 我們 我們有時候會謙卑 有時候會驕傲 為什麼呢 謙卑的時候說 我沒有口才沒有膽量 我們謙卑 就是我們不太會傳福音 但是傳的時候 我們就驕傲 兩個經常搶著來講 個個自己 覺得自己所想的東西 我 我就是 信主耐了 我聖經熟一些 我想跟對方說多些 不知道大家 就是 有沒有一個經歷 我 過去呢 我就跟 一些的 福音夥伴 一起傳福音 兩個兩個 我 經常覺得 好像 爭對白 就是經常都想 對方都經常想 爭越來講 但是 要有個默契 譬如我們家庭探訪 去傳福音 我們 預先講好 就是每人 就是 主要是 講一次 今次我探醫護 你講福音 當你停了的時候 當然我可以補充 免得 場面冷落了 但是 主要是 大家編好 今次我講 就是另外一個 祈禱 下一個 就是我講 你祈禱 主要是這樣 如果不是大家 會 因為聖經講 傳福音 都有不同的動機 在肥立比書 有些人 傳福音 是出於疾度紛爭 他就覺得 自己信主耐了 我 真的強過你 不要以為 基督徒 大家彼此之間 都沒有問題 我們要彼此磨合 去完成神的工作 因為都是人 仍然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我們要合作 上帝得榮耀 我們除了謙卑 除了彼此配搭 協助對方 完成這個福音使命 我們有一個好的策略 大家分配好 今次我講的下一個 輪流 輪流講 因為大家明白我講什麼 有時就是 有些 弟兄姊妹可能試過這樣的經歷 我有一個好的建議 就是大家預先講好先 上去這裏 今次主要我講的 你祈禱 另外一次 你講我祈禱 主要是這樣 兩個兩個是好的 一般配搭 就是一個弟兄一個姊妹 男性和男性去傳福音是好的 女性和女性 就是少了很多猜疑 但是我在福音機構 就是有時在街頭傳福音 因為有制服 和我們團隊出發 雖然是個別和人們談 但是對方有很多是未信的 他知道我們附近又有一個 同樣制服的 又是拿著這些福音包的 那我們可以是男性和女性談 女性和男性談都沒有問題 因為一個團隊他們知道整個 但是如果是 盡量是男性和男性 免得有些 譬如男性和女性談 他以為你有其他什麼動機 我也試過的 譬如我和一些女性談的時候 我走前一步 他退後一步 我說不用怕 不用怕 主要是我們團隊在這裡服侍 希望有些學問物 介紹你認識 有沒有聽過耶穌 就是一步一步 就是你觀察他的態度 如果他恐懼 你就讓他放心 才可以踏前一步去談到其他事情 這個 剛才說 預備 準備 我們 另外 情況就是 兩個兩個 除了特殊情況 就是 呼音生活化可以一個 譬如去接觸一些人 所以我家附近很多商店 他們 文具店 老闆 我又知道他們 貴姓 所以我鼓勵 預備 以上的東西 還要預備 很多 各式各樣的 福音刊物 單張 譬如我在大約五年前 我每個月去中信 拿三百本中信 有個姊妹說 我的英文名叫John 她說John 你這麼喜歡傳福音 你又想去中信 你可以拿的 我同一邊說了 我和你奉獻 有個姊妹很好 我拿了幾年 五年左右 每個月派三百本 一個人 有時候經過 但是你要有個袋子 待著 派給一些 搭車 有些人讓位 我幾年前 開始有人讓位給我 她說 爸爸讓我坐的位 其實我自己 不需要人讓 但是她既然讓我 我就坐 我說 你這麼好人 我送一本好東西給你 就立即這樣 這些要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聖靈的感動 聖靈 大家看撒母耳就知道 她有時候的聲音很微小 我們在生活上去 去測驗聖靈給我們的聲音 她給我們 我就是從一個 譬如電車 在公共交通 不敢讓位的 都開始讓 習慣了 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基督徒 都要建立一些 一些的 德行 有德行 都是傳福音的 一個儒工 你沒有德行 你跟人喊撒 之後又傳福音 別人都說 你不傳好 這些德行 都是一些福音的儒工 如果你有禮貌 譬如我現在建立了德行 我想都兩三年了 怎麼建立德行呢 對人客氣多說一些 麻煩的說話 譬如搭巴士 我現在十次 我都有八次 最少八次 早晨啊 車長 麻煩你 這樣撕一下 就坐 有些說 有些很好 有些車長 你對他好 人與人之間就是這樣 我們這些福音儒工 就是建立了德行 再傳就順利很多 你跟人喊撒 大家關係不好 關係在先 你對人不好 人家聽說 你失了見證 基督徒這樣 我不相信 我們要建立特行 做多些 我自己覺得 我們基督徒總是 比同君精神更出色 但是同君精神一日都行一善 但是基督徒沒有日行一善的習慣 我幾年前已經開始日行一善了 最少 有時候想 我今天要做一個大戒命 我大戒命就是愛神和愛人的行為 即算是一個德行 基督徒的德行 有時候沒有做 我今晚睡覺都好像不安樂 我一陣子去球場跑步 跑步的時候 球場這麼多這些垃圾 這些飲完的膠瓶 在地上有很多個 我整理完 我就算建立了德行 回去睡覺也睡得理所當然 即是基督徒要慢慢累積這些德行 如果你沒有空間 你傳福音 真的有一次 執拾這些膠瓶 有一個人說 你為什麼執拾這些 對呀 我說 有一次 有一個在公園 晚上跑步的文具店 老闆 他說 我沒有見你一陣子 他說 是呀 腳痛 我說 我看一會 我為你按手祈禱 我不知道有沒有醫治他 但是他知道 多謝我 為什麼我基督徒傳道人 可以為他做這些事呢 希望他快些康復 這些都是預工的 我們要有德行的 所以我除了福音生活化 就是福音的要有愛心 我幾年前 因為五六年前 我最起碼一天的福音 剛才港台也說 之後漸漸好像 一種行為式 每天傳福音 傳福音 麻木了 沒有了愛 誰知道有一天 聖靈感動 他說 新的還有大戒命 除了大使命 大戒命 又是 怎樣 馬可福音 這個十二章 就是這個三十節 你要盡心 盡性 盡意盡力 愛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 說愛人于 Rita 原來福音書書 也有幾個福音都記載 《大戒命》 《愛》 但他們的字眼有點不同 所以原來神給我們雙軌行車 傳福音要領著大戒命的愛 義工有德行有愛 讓你的態度讓人看到你是友善的 你說一句別人退後一步 對不起是不是嚇到你 不用怕是送一點東西給你看 有一個和善的態度 這些是這樣 我自己傳福音的方法 過去我就要求自己有所變化 因為現在福音性的東西 剛才講義工現在答答實實 我帶了一些自己儲回來的福音訊物 我曾經五六年前 開始用半個A4 size的一個包包 曾經派過福音單章 作為自己一些紀錄 這些包包都很有用 很清楚的 底面都有的 原來傳福音可以針對有些節期容易一些 聖誕節我買聖誕節的單章 有些人說 你知不知道聖誕節有什麼意義 跟你聊幾句 送了單章給你 簡單講解少少內容 聖誕紀念 歷史又根據耶穌來過的 雖然耶穌未必是12月25日出生 但是也是一個紀念耶穌日子 耶穌降生一年兩年 你知不知道今年 今年叫做主侯2017年 歷史真的來過 又吸引他 原來復活節也是 香港有兩個節日 跟耶穌有關係 你也有假期放 是的 你得到耶穌的福氣 你也不感恩 我介紹耶穌給你聽 多說一些 原來聖誕節可以講聖誕節的信息 復活節可以講復活節的信息 就是很多可以就是用求神給我們智慧 用各式各樣 不要單獨 以前我受這個傳呼音訓練 就是學員傳道會那個四律 四律就是四個屬靈原則 四個屬靈原則就是這本 這本是學員傳道會那個 我前幾天又見到柳牧師 以前柳振平牧師 他在這裡的總幹事 前幾天我又見到他 他以前是教我第一次傳呼音訓練的 在沙基灣 這個是中英版本 可以跟他怎樣教呢 我們如果傳呼音不是很多經驗的 可以借助這些 但是這些成本就貴一些 幾元本都要 可能四元 現在可能四元本 那我就儲這些 無論是單張 無論是節期的單張 無論是這些小的書仔 無論是月刊那些 月刊那些 月刊可以是蒲公英、中信那些 你知不知中信在鑽石山 我每個月都去拿 拿到現在 三百本 我不算了 因為神最怕人跟祂計數 說我做了多少事 神不希望我們驕傲 但是我們自己是 我是目標為本的 我一個月最少是怎樣 但是神提升我的 熟靈的質素 和福音的果效 所以從五、六年前 每天一個福音 就是傳過一個福音 你可以派到一張單張 唯一做了一件事 漸漸 就是你派一張單張 說少許的事 你又做了一些事 是漸進的 不能夠一步登天 就是我們各人都知道 我們講的人一句的常話 就是公多偽贖 同一樣 一定要操練 操練我們自己的信心 操練我們對人的接觸 就是去一個的 就是將 所以我成立這個暴露團 就是第三個是PCH PCH是傳道 P-R-E-A-C是傳 如果少了一個P字 是PCH 一定要傳遞一件事給別人 如果單是說 你沒有讓對方得到一些東西 無論是信息也好 即是福音行物也好 我想是 是很可惜 我們這個圖客 能夠將我們領袖神的恩典 透過言語也好 有信息去讓人得到一些福氣 傳福音有很多的方法 因為可以是老人院 可以是醫院 可以是剛才牧師說 你們去公園 不同的地方的對象 你談的內容都可能不是 但是能夠爭取對方可以聊天的 公園是不錯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公園有些長者 她是坐定定的 或者她是等時間 等一會兒隔半小時才有些事情做 她是有些時間坐在那裏 不用說 你真是說 有些行人 尤其是旺角 很難截停到一個人 她願意聽你 一分鐘都不願意 沒有時間 公園是可以的 其實我的名字 我的中文名叫何弘道 是信耶穌之後幾年改的 幾年後 是八幾年 我連身份證都改了 叫弘道 一生傳福音 是神給我這個 這個 這個的心 就是傳福音的心 我相信大家可以做到的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因為 無論你的家人 你是要去接觸 我不認識你的家人 只有你是認識你的家人 無論你工作的環境 你的同事 只有你會碰到他們 除非你帶他們回來教會 才能傳福音 所以神的託付給我們 是希望我們有 基督徒的見證 就是我們能夠 就是讓人看到 我們是不一樣的 我們基督徒是不一樣的 是行多幾步的 就是 是給人感覺 如聖經說 我們是聖徒 聖的意思就是分別出來 是跟世界不同的 有些事情不同的 如果你跟世界 譬如是與世慾為有 你跟世界差不多的 那你要 你要自己想想 怎樣可以突出 你是神兒子的 生活的無樣樣色 你要像基督 自己想想 我們一定有一點不同 做多一點點事 弟兄姊妹好嗎 我記得有一次 我一個星期都要來 荔枝閣一次 因為我在呼音機構 其實是大半職的 不是全職 每個星期三早上 我都是在荔枝閣這裡的 有一次吃了午飯 在附近一個食店 我說 聖夜來了 預備祈禱 為什麼對面那個女士 很年輕 樣子很年輕 但是她的頭髮乾了 這裡很少頭髮 很稀疏 哇 神給我有憐憫的心 不要吃著了 問一下對方 我說小姐 可不可以為你祈禱 我是全國人來的 我希望你有身體健康 我說你貴姓 可不可以告訴我 她說我姓周 我還記得 半年前左右 在附近的 她說我姓周 我說我為你祈禱 我說祝求神 眷顧這位小姐 我見到她的頭髮稀小 求神幫助她 希望有健康的身體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事 求你祝福她 簡單 簡短祈禱 對方說 祈禱完 很感謝我 他們說 謝謝你 人與人之間 你要有一個接觸點 這些都是福音餘供 或者見證神的榮耀 不要以為 剛才有位說 信主未到一年 走了 剛才坐另外一邊 全福音不是跟信主連日 多一九一 信耶穌是很寶貴 不要興忽了這個救恩 不是在乎信了多久 因為我看約翁福音第四章 莎瑪利亞婦人 第一天見到耶穌 她遇到尼賽亞 介紹給她的鄉倫 然後她不用自己做事 不用馬五講見證 她就要求耶穌 耶穌啊 你很受歡迎 在我們村住多兩天 聖經記載 你回去看約翁福音第四章 信的人又更多了 並且她們的輪捨說 跟那個婦人說 今天信耶穌不是你跟我們說 我們親自自己見到尼賽亞 第一天信耶穌 你可以很多事說 從前我是個罪人 保羅說從前是個罪魁 今天她改變了 她迫害主的門徒 很多事可以說的 傳福音 我最近出禮 有時會這樣的 早上祈禱 早託 還沒上班的時候 有時拿著 隨便拿著一張張 這個很久沒有傳這個訊息 先看一次 神啊 今天我會不會遇到一些人 跟這張張有關係 或者我以這張張的內容成主題呢 自己不斷累積一些不同 傳福音的資料和單張 因為這些都是傳導人寫的 她不是說一下子能夠寫到 都是聖靈很多的感動 她求問神 寫成 不要放過一個單張 有時網絡很多的福音的報道會 這樣聽一下吧 這個或者傳去看看 我怎樣搜集一些福音的單張 你們自己希望自己做些預工 即是預備功夫 累積自己的 無論是資料 無論是經驗 都要累積的 信心